阿神 紫禍 沈老爹那边我自己会去 你去盐帮那边查谈消息 可是少爷您自己 没什么可遮的 快去 是 少爷 臣老爹 我知道你在这儿 你要是再不出来 我就拿火烧了这儿 不怕烧死的话 你就别动 你若老实交代 我可保你衣食无忧 此话当真 当真 你瞎啦 我说没瞎你信吗 还有什么要说的 你终于现身了 司徒老狗 你没想 看见你 我眼睛就好了 没三少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受死吧 毕天龙 你个过河猜桥的王八蛋 闹子帮你杀人 你却凸美老子 离偌楼 救命 尘老天 你是不是想问我 当然 是谁 你快说 其实 要不是 我这凹脸 胸口碎大师的家伙之路 我们 就杀不了你 你 陈老天 快 陈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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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铃 陈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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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卿 师兄 你的眼睛好了 你怎么不说话啊 发生什么了吗 我问你 青州城内 是不是只有你跟何医治 是花枕毛脸 胸口最大事的 是啊 我之前跟你说过呀 怎么了 你好好想想 一定有其他人 一定有其他人 就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陈朗帝死前告诉我 十年前 是一个花枕毛脸 胸口碎大事的人 出没了我无尽的苍身之所 这才让他 不可能 不可能 我这得找我爹问清楚 闺女 来来来 正好 尝尝爹新泡的茶 不是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闺女 你听爹说 你 你当时太小 我 而且我也不知道 那就是梅世青的娘啊 那就算是别人也是人命啊 你为什么要害他们呀 闺女 爹没想害人的 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是去杀人的 我要是知道 我打死都不会去的 我真的不知道啊 不知道不知道 可是 可是世青的母亲 就是被你害死的呀 闺女 你听爹跟你说 你当时太小 爹一个人拉扯你 我又欠了赌方一屁股债 他们逼我说 让我打听一个 辅导人家的一个住址 但是 我当时脑子一声唬唬 我没多想 我不知道他们杀人的 可是事实就是这样啊 是你害死了世青的母亲 是我爹害死了他母亲 那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啊 对啊 怎么怎么办 没将军势力那么大 不行 不行 闺女 待不住了 逃哪儿去啊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只想着逃 那不逃怎么办哪 闺女 爹知道你喜欢她 都懒爹行吗 爹就是个老混蛋 爹打了干什么呀 你怎么办啊 这样 我当面去给那 门师兄洗项一曲 对 好 我承认 是我 是我跟踪了你娘的住址 转头把消息卖给了蓬莱赌场 但小丸子问我之前 我真的不知道那就是你娘 不 不然我也不会瞒你们到现在 没三少 这 这都是我的错 把我敌给你都行 你能不能别怪小丸子 她真的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我可以跟她断绝妇女关系 没三少 我何以是愿意死谢罪 你给我出去 我不想看见你 没三少 只要你不怪小丸子 我何以是下辈子 不 这辈子 我愿意做牛做马 你给我出去 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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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